你忙 你忙 忙得理所遇到 如今月亮的光芒已晒过太阳 女人开始闯荡 男人占领厨房 习做饭煲汤 已不是不是你的战场 再把护风换雨 也不是我的专长 曾经五千年历史的女落南墙 如今熬到女人起义 妇女解放 你忙 你忙着日子过得有点发慌 你忙 你忙着未来 让我不敢去向 能不能给点希望让我看清方向 能不能留点时间让我告别 告别往日辉煌 我一心在为家而忙 希望你能多点体谅 家里家外换个方向 把日子过得更漂亮 我不想和你比谁强 希望你学着去欣赏 将来争取到头来十两 白剧香 如今天下的风光都为他们眺望 女人开始变强 男人不想退让 对酒当歌谈唱 早已有模有样 挥洒自如创当 可是理所应当 曾经一家人 一时的前十后放 如今交给男人来当 自己换身衣服上场 你忙 你忙着事情做得漂亮 你强 你强着做人做书担当 能不能给点儿念想 让我挂在面儿上 能不能留点儿空间 让我隐藏 今日悲伤 我一心在为家而忙 希望你能多点体谅 家里家外换个方向 把日子过得更漂亮 我不想和你比谁强 希望你试着去欣赏 幸福生活掌握在我们手上 你说你傻不傻 爬那么高 万一一念之差 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咱们两口子从此阴阳两个 你想过孩子没有 压根儿就没想死 不想死 你怕那么高干吗 心里憋得慌 想出去透透气 哪儿不能透气啊 别怕那么高透气 站得高才能忘得远 心里才能敞亮些 高出来不胜寒的 爬那么高 冷风嗖嗖的 心里挖来挖来的吧 还敞亮 晓宁 你还是不了解我 这么多年了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就这点小硬工 能让我翻了船 我没那么乱说 行了 什么时候了 这没办事 跟我你还撑着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了 我把事情做成这样 可是这一把火 我什么都没了 我 我当时真有转着悬崖边上的感觉 我无路可走了我 我真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好了好了 你给我及时赶过来 你真钻了死糊涂 我也不活了 你刚刚在楼底下跟你说那么多话 听见没有 我一开始没听见 我后来听见了 听着听着 我心里就开始疼 我突然间 像是从噩梦中进行了 我就想来找你 可是 被老常压着了 现在呢 想明白了 我敢啥事了吧 应该不会了 我还记着你说的一句话 什么话 有爱就有希望 这话说真好 行了 行了 好了 好 没事了 没事了 不哭了啊 郭阳 你说白天蓝芯被救下来 是那没事人的样子 到底是真的还是硬撑的 我不知道 没准蓝芯是钢铁链成的女人吧 不可能 女人内心都有脆弱的一面 更好况 她遭受的是一连串的灭顶之灾 她这个样子我反而心里不落听 女人的不幸 大部分都是起源于自己的欲望 蓝芯一连串挨了命运好几个窝心脚 就是以往折腾她太厉害了 是啊 是有她自己的因素 你们傅姐先驱落到今天的下场 对你有什么警示作用吗 什么作用啊 命运无常呗 我是说 你不觉得自己正布置蓝芯的后尘 往她那条道上奔的吗 她那条道啊 通往悬崖的道啊 蓝芯今天的遭遇 就是你未来的前车之鉴啊 说得对啊 我是得总结她的经验教训 避免这种危机 避免这种危机发生在自己身上啊 对喽 通过这件事我再次认识到一个真理 女人要做点事业可真比男人难哪 不仅得有打不垮脱不烂的精神 还得有泰山压顶不低头的气势 你是这么总结的 当然了 女人要自强的精神没错 蓝芯是错在她的方法论上 蓝芯 蓝芯 好 起来了啊 乐乐还没起人啊 饿不饿 用碗吃的 媳妇 小宁 我有一个计划 今天不送乐乐去幼儿园了 咱们全家去泡温泉吧 好啊 放松一下 我去叫乐乐起床 她给你高兴死了 好 这里头都是一些换洗衣服和日用品 麻烦您帮我找交给李刚 李刚人在看守所 你得送到那去啊 看守所 我能问你一问题吗 请坐吧 你们审了钱四宝了吗 昨晚连夜突审的 那他有没有交代刘厂长的下落啊 我弟弟的事被澄清了吗 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他交代的情况和李刚说的有出入 你还得耐心等待 恐怕一时半会出不来 为什么呀 他们俩说的有什么出入 钱四宝一口咬定 他们事先知情 那二十万是给他们的封口费 如果情况属实 那他们就是参与诈骗 这个怎么办 我都快急死了 我觉得那人十有八九是疯狗乱咬人 那李刚不可能为了十万串通对方来坑兰心 退一万步了 就算是财迷心窍了 那东窗事发了还不赶紧跑 还老老实实等着警察来抓呀 咱弟弟的智商没那么低吧 我倒觉得那个宋媛媛跑得那么利索 还真不好说了 没准李刚啊 就是被他蒙在鼓里给连累了 我肯定是相信我弟弟的 可是我们在这儿说没用啊 关键是怎么帮他洗清 万一真说不清呢 你先别着急 这样 我先帮你找一个好的律师 咱们先咨询一下再说 太好了 我就想找个律师问问呢 你放心吧 这事我来处理 等一下回办公室啊 我马上帮你联系 好 一条鱼 一条鱼 你是鱼吗 我是鱼 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爸爸我也想喝 你可不能喝 小孩只能喝这个 长大才能喝酒了 来 媳妇 咖啡 怎么样 舒服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啊 以后都就常来 只要放松心态 随时随刻都可以享受这种 安静舒适的生活 可是享受得花钱啊 有钱又有钱的乐法 没钱又没钱的开心 一家人在一起感情好 干什么都高兴 是不是乐乐 对 乐乐 好 那好 明天我就约在您律师楼下的咖啡馆见面 麻烦您了王律师再见啊 杨丹帮我约了律师谈李刚的事 明天跟我一块去吧 我跟你一块去 我呢 真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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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喂 郭阳 你到哪儿了 到哪儿啊 我能把这事给忘了 说好的事怎么又忘了 我 我上午又跑了几趟厕所 我这一难受就给忘了 怎么又闹上了 你吃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要不这样 你先跟律师聊着 我稍微晚到一会儿行吗 算了吧 你别出来了 一出门回头又严重了 你好好在家休息吧 真不用我去了 真的不用了 我下午还一堆事呢 根本顾不上你 你好好在家照顾自己啊 不行就吃药 行 我也没什么大事 你放心吧 那你忙你的 张姐啊 郭阳 你身体好点了吗 这几天我怕打扰你 也没敢打电话问候 好多了 我正画图呢 我打电话可不是为了催你啊 你还是先把身体养好了 再画图吧 没事 我已经基本好了 再说我答应你了 也不能不守信我 那我现在过去看看你 方便吗 没什么不方便呢 你来吧 正好我要给你看看我画的图呢 你需要什么东西 我顺路给你买了带过去 你千万别买 家里什么都有 你空手来就行了 刑法第163条规定 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 索取他人财物 或者非法收手他人财物 为他人抹取利益 数额较大的 初五年以下有期同行活据 数额巨大的 初五年以上有期同行 并重收财产 但这里边有些细节 需要注意不要 那就是李刚和宋媛媛 是不是主动索惠 在收取财务后 是不是主动参与的诈骗过程 如果李刚对骗局并不知情 只是收了对方的一笔介绍费 并不构成商业会 我相信我弟弟绝不会主动索惠 更不会给骗子做帮凶 只要能证明 他们拿的这笔钱 就是对方给的好处费 能证明呢 他们对骗局内幕并不知情 也没有给被害人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主观公寓 一般不会追究行事责任 最多呢 也就是违反了企业的劳动纪律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只要主动退还 食堂赔偿 就没什么大问题 谢天谢地 这个 还要找到相关的证据才行 那是不是找到 相关的人证物证就可以 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要是能尽快找到宋媛媛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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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最近你的主妇当得还好吧 在家里待得住吗 说实话 这档位还真不适合我 其实当初就是跟李梅赌气才回来的 一直在调整心态 到现在没调整好 越来越待不住了 那怎么办啊 没辙啊 人这辈子有许多不想做却必须做的事 这就叫责任 完全理解 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人这辈子也有许多想做却不能做的事 这就叫命运 郭阳我看得很清楚 对于这件事情你的投入程度 还有你的热情 绝对不会仅仅是出于你的友情想帮我 你根本就把它当成自己的理想来实现 因为它会为你带来成就感 还会为你带来事业上的自信和快乐 就算往后 我真的勉强地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设计师 我相信你也不会完全放手的 因为你已经放入了这么多的心血 对吗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不光是为了帮你 我是打心眼里放不下 要不让我跟李梅好好谈一谈吧 姐灵还需细灵人 让我好好跟她解释清楚 也许李梅可以解开心结的 别别 千万别 还是我自己找机会跟她说吧 李梅现在正因为她弟弟的事发愁呢 我不想这个时候给她添堵 等家里的麻烦解决了我再跟她谈吧 那好 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一定告诉我 你车吧 我这边出路图就跟你联系 需要帮忙就打电话 需要帮忙就打电话 希望有一天我们两个能够明正延伸地一起工作 谢谢 慢点开啊 你快进去吧 你吓死我了 做贼心虚啊你 残风中车开了一百多米了 还申请募送呢 场面相当改变呀 谁啊你 够腰的啊 腰什么腰 非常的腰 你干嘛呀 对你很不放心 必须给你好好聊聊 那女的谁啊 那你那么拔啊 不是谁就是一客户 客户 什么客户啊 你还给个家来了 我警告你 不许告诉你们啊 是不是就是之前那女的啊 就是李梅为她跟你吵架 你还要离家出走那个 压根跟人没关系 李梅纯属多疑 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今儿我是见着真人了 我替李梅啊捏把汗 我想这人啊一看啊 就不是省油的灯 有一股子狐狸精的气 我们家也有这么一客户啊 蓝星肯定把我哥家摁得死死的 你不带这么一帽取人的 你又不了解别胡说 张锦仁挺好的 没那些歪的鞋子 叫张锦是吧 这就护护她了啊 你得小心啊 越险越深无法自拔 我们俩就是工作关系 再普通正常不过了 没你想那么复杂 那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李梅啊 李梅对她有成见 我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 她那样 我要是李梅也有成见 行帮你保密可以 怎么付我这封口费啊 你心情不错啊 你媳妇都那样呢 你还要嫌疑管别人的闲事呢 我的心胸开阔 是经过事实检验的 这次这事件呢 证明了蓝星的心胸 也不是一般的宽阔 意志也不是一般的坚强 这两天的情绪调整的相当不错 她那天不都那样了吗 那感觉当时啊 那憋着那气啊 一下子绕不过来啊 这两天挺好挺平静的 刚才我们一家人 都去泡民泉去了 太好了 蓝星这女强人可真不是白叫的 太强了 对 蓝星说了 明天休息 要感谢你们弄一大谢宴 咱们几家聚会一下 热闹了喝几杯 好啊 蓝星能挺过这一劫 咱们是应该好好给她庆祝庆祝 这么说定了 行 非好别说了 说正事儿 接着说你跟那个张什么的事 你烦不烦啊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啊 回来了 妈 老婆 赶快洗手吃饭 不是肠胃不舒服吗 还做那么多菜 我不舒服 也不能让老婆孩子跟你饿着 再说我好多了 可以少吃点 行 快洗手吃饭 好了 你今天跟律师见面聊得怎么样 听律师一分析呢 李刚目前的问题还不算大 关键就是得找到宋媛媛 才能证明她的清白 郭阳 咱能不能自己找到宋媛媛 怎么找啊 徐晓宁在网上人肉搜索好几天了 一直没有宋媛媛的线索 她可能已经离开北京了 不一定跑什么偏远的地方去了呢 可我们必须找到她呀 这些日子给大家伙添不少麻烦 感谢各位好邻居 来 好朋友 干 解散事为我和大家伙一起压压机 干 好 安心啊 你行 拿得起放得下 不是一般战士 佩服 谢谢 蓝心 见过坚强的女性 比如我们家李梅 没见过你这么坚强的 经过这道劫难 后边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祝贺你 我干了 你随意 敬你吉言 郭阳 我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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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那天在她屋顶上我也没想明白 今儿啊趁大家伙都在 你们正好帮我分析分析 什么问题你说 你们说这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怎么就看我这么不顺眼呢 蓝芽 媳妇 今儿都挺高兴的 别提这茬了 不行 你听我把话说完 行你说 我就是不明白啊 就算我被诈骗 是老天看不惯我野心太大 一雷把我屁倒在地 就算非洲的订单跑了 是老天觉得还不够 再踩上一只脚 你们说 怎么偏偏又来一场大火啊 我至于这么可恨吗 非得让老天两只脚都踩上了 非踩死我不可 我至于这么可恨吗我 这事是有点蹊跷啊 怎么倒霉事都成串了呢 我现在的遭遇啊 就相当于一个人在同一地方 连着遭雷劈了三次 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呀 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残忍地对待我呀 媳妇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说 就好比啊 一个雷雨天 你在这树底下 啪一个雷 把你给劈了 可你不知道是这树引起的 你还抱上那树 你还不跑 那可不啪啪啪啪 接二连三地劈你吗 是吧 哎 想听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这个大树啊 它就是有贪婪的野心 那欲望 你老是这棵树 啪啪被连劈里面还不赶紧走 那不就再啪啪啪啪连着来劈吗 有道理有道理 这啪啪啪的 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 貌似天灾 实为人祸 他们就是打个比喻 是吧 也不定对 不要心理性 来吃吃吃菜 我们这儿随便瞎说说 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徐晓妮早就说过我是自作自受 看来你们大结伙也是这么想的 你们就说我太贪婪呗 所以呀活该倒霉 好 前两件倒霉事我都认了 那你们说说看 这场大火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这场大火也是我自己放的吗 蓝星你冷静啊 这场大火肯定不是你自己放的 它里面有一定的偶然性 刚才不是你说的吗 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呢 不不 主要是偶然 之前的事不能全怪你 要怪就得怪命运无常 命运无常 命运无常 命运无常为什么单冲我呀 我在同一地方 啪啪啪连遭雷劈了三次 劈得我外交里嫩的 这难道都是命令注定吗 我不信 是是是 别说你不信我们都不信 那你说命运有什么 对我这么不公啊 你们说说 完了又让我回来了 怎么办 艾艾 蓝星姐 要不然咱明天去买彩票吧 就冲你被雷啪啪啪啪啪了三回这概率 保证能中五百万 真的啊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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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星没少喝 你好好照顾照顾她啊 好 行行 谢谢啊 周莱子 哪天郭阳回去 行行行行行行 你觉得蓝星像许晓宁说的 恢复正常了吗 我觉得还是有点乖乖的 这么大一坑像一天两天爬过去 哪那么容易啊 是得有个过程 咱们还得多关心点 我上去了啊 行 好好好 再见 起来了 这不昨天就喝多了头疼啊 这一大咋出什么神啊 我在扣问命运 哎呦 你怎么还惦记这场啊 说大家伙不是已经帮你给分析过了吧 分析出什么结果来了吗 都是我旧游自取 这些人 光谬 明明是命运对我不够 你凭什么还会让我心甘情愿地认栽受罚呀 我为什么会为命运犯下的错误买单呢 凭什么 哎呦 我大家不都已经认同你的观点了吗 认同我的观点 我压根就没找着答案 不都说了吗 命运无常 无情 无理性 你以为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吗 他们都是在哄我 敷衍 秀 秀 那这样行不行 我再组一局 大伙凑一块儿 我们集体批准老天爷 谴责命运 成不成 不用 我不是小孩 逗你弯吗 这不结了吗 既然这样 你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我能不想吗 我只要一天想不通 我就天天想 日日想 夜夜想 真的把他想通为止 行了 啊 媳妇 咱能不能不钻牛角仙啊 吃一欠掌一掷 你失去了金钱 得到了安宁 失去了欲望 得到了平静 这不亏啊 我跟你说一对联啊 名利如云 诗必有德 得必有诗 何必患得患之 是 人生似梦 去便来 来便去 无需争来争去 听听 多好 从哲学的角度上讲 你失去了越多 还就是得到了越多 有时候失去呢 就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缺货的这种生活方式 能多好些年呢 这比什么不强啊 我胸口痛 行行行 这玩意儿我一说你不爱听 你就胸口痛 真的 我真痛啊 真疼啊 哪儿疼啊 我胸口痛 别痛 你胸口痛呢 喂 哪位 喂 哪位啊 李梅姐 我是宋媛媛 宋媛媛 我给李刚打电话 一直打不通 你不知道李刚被拘留了 李刚把你们拿钱的事都说了 警方现在怀疑你们涉嫌商业贿赂 李刚真傻 他干嘛要说呀 我看你才傻呢 你以为不说就不知道了 银行一查就查出来了 因为你跟我说实话 蓝星被骗的事你到底知不知情 我真不知情 真的李梅姐 这事我一点都没参与 李刚更是什么都不知道 没参与你干嘛要跑啊 一跑不是更可疑了吗 媛媛 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得赶紧回来 跟警方把事情说清楚 才能帮助李刚 帮助你自己 媛媛 你到底还在不在北京啊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找你呢 你快跟我说你在什么地方啊 喂 媛媛 喂 请问您这是哪里 我这里啊 是公司电话 刚才有个女孩在您这儿打电话 她还在吗 您只说刚才打电话的女孩啊 她呀 刚走 那麻烦您告诉我您这儿具体地址好吗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快来这儿吧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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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麻烦您问一下 见过这个女孩吗 有点印象 好像今天呀 还来打过电话呢 嗯 她是不是住在附近啊 不知道 不过住的呀 可能不太远 来买过几回东西 嗯 那附近还有别的公共电话吗 有好几家呢 嗯 有没有小旅馆什么的 有啊 前面都有一家 就那家 那边哈 对对对 行 谢谢您啊 嗯 哎 几位大叔 好 见过这个小姑娘吗 对 早点不认识 没见过 不好意思 见过吗 那你见过吗 谢谢 哎 哎 这位大爷 您见过这个女孩吗 没有 哦 谢谢啊 没有 有 啊 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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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梅子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啊 又加班啊 我没加班 我在郊区呢 你跑郊区干吗去了 我想让你帮我来找宋元元的 打你电话又没人接 你怎么知道宋元元在哪儿啊 她今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宋元元 喂 梅子 你在什么地方 宋元元 李明姐 你怎么来了 你快给我上车 我有话跟你说 你就在这儿说吧 徐晓宁他们通过人肉搜索 在天津抓到老钱了 可是老钱一口咬定 事先买通了你和李刚 跟他们串通诈骗 什么 他们真这么说啊 太卑鄙了 可不是吗 你不出来澄清事实 你和李刚都得背这个黑锅 冤不冤啊 乖乖回公安局澄清事实去 走 让我再想想 想了哪儿来得及啊 赶紧走吧 快跟我回去吧 你没 宋元元 宋元元 这怎么回事啊 晚上吃什么了 你吐了呢 床上糖会儿去 擦擦一下 还吐是吧 还吐是吧 我肚子疼 安心 安心 没事吧 没事 怎么搞的又吐吐蟹的 不会是郭阳传染的吧 我的天哪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刚才说话 说了一块就没事了 不得这样报警了我 你扶着我点啊 你怎么办 鞋跟断了 鞋跟怎么断了 我追宋元元给摔的 人也没追上 倒霉到家了我 你这就倒霉到家了 那来的心还不倒霉到老家了 你也好意思跟我贫 我每天又要上班又要忙李刚的事 你天天在家闲着 都不知道替我分担分担 这个脚崴了 脚崴了 脚崴了 清点清点 就这儿就这儿 还行 没什么大事 擦点红花油好好揉揉明天就没事了 昨天让你跟我去见律师吧 您倒好给忘了 今天想让你陪我去找宋媛媛吧 还找不着你人影了 最可气就是你这种人 关键是可掉链子 我也没不想陪你去找宋媛 你实际上没跟我说一声 我连你人影都找不着 怎么跟你说一声啊 往家里打多少个电话都没人接 你干吗去了 不会吧 什么不会吧 我从街道宋媛媛电话去 就往家里打电话 没人接 往城乡结合不开的路上 又往家里打电话 还是没人接 两三个小时内 至少打了四回电话 都没人接 你干吗呢 郭阳 我 你怎么不打我手机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打手机啊 完了 手机不在服务区 你曾经在这样忙什么呢 我去的那地方手机没信号 哪个地方没手机信号啊 是一建材市场 可能那儿的手机信号 给屏蔽了吧 我怎么那么寸呢 一要你帮忙 不是拉肚子 就是手机屏蔽 这不赶上了吗 咱不抬杠啊 我认错还不行啊 我保证从明天开始 手机二十四小时保持畅通 随叫随到 行吗 挺挺挺 要不给你弄点热水泡泡脚 能用水泡脚吗 得用冰袋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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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学常识都没用 轻点啊 冰袋敷 冰袋敷 不是好生事 慢一点啊 慢一点 折磨我的心灵不够 还要再折磨我的肉体吧 他就是要把我打倒呀 老公 嗯 我告诉你 我拼不到 我得站直了我 这会儿你还是先倒去吧 啊 你啊 就得好好歇着 知道吗 回去拿药去啊 嗯 这个啊 紧急纸屑 喝了以后呢 亲好保证你今儿晚上 安安生睡一觉 这明天又不行了 咱们去医院啊 来 嗯 你说我这是得罪谁了呀 责这么大的罪啊 天将将大人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嗯 说得有道理 这是不是预示着我将来 会有更大的发展 你还是先把药吃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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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表情有点怪异啊 怎么了 没什么 你看出什么了 没什么吗 没什么一切正常啊 不对 你肯定琢磨什么的 郭阳 我承认我当初用小伎俩 让你回家 终于承认你用小伎俩了 你是不是到现在 都对这件事心存怨恨 怨 你是不是到现在 也不能接受回到家里的事实 是 你打算怎么办 忍着 你就不想反抗吗 我反抗过啊 给你镇压了 既然这样我就别白背功夫了 不对啊 你怎么还教唆我对付你呢 是啊 我吃饱了撑的 好了 别没事找事了 我再不情愿不也忍了吗 你呢 虽然有所反省 但也不耽误你意义故行啊 好歹咱俩现在貌似达到了一种相对的平衡 不就一年吗 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睡觉 早上鞋吐了吗 没有 拉了吗 没有 疼还不舒服吗 没有 那奇怪啊 这么快就没事了 我说 别犯过有事啊 我说你这病 有点招之计来 忽之计去的意思啊 和这病也是我自己招的 我用词不当 快点啊 早饭得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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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点啊 多少吃一点 来 没胃口 那你喝点奶 养养胃 这儿中午啊 我再给你爆点汤 好好补一补 俗话说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你呢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脱巢 好得快也去得快 是啊 命运他老人家 耍我玩有影啊 你这好得快啊 是我平常对你保养的好 身体底子硬 这和命运无关 反正啊 我跟他没完 我坚决跟他抗争到底 你干嘛去 我得去公司 我说你 你 你优点行不行啊 去什么公司 你这还疑似肠胃炎呢 真当自己是铁人啊 公司要关门 员工要前散 账务要清理 一堆事等着我那儿 去看 去去去去去 以你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不适合出门干这些事 要去也是我去 你行吗 你有什么行不行的呀 不就扫尾工作嘛 又不是谈生意前合同 非你不可 媳妇 这些年 都是你在外边打拼 就让我铁肩难闹意 也替你分担一会儿 成吗 行 恐怕以后 也没有机会了 以后再说以后的 这次先让我去 就这么说定了 好吧 我把你要吃的水果 喝的茶给你准备好了 把烫也包上 我去公司办事 你就踏踏实实跟人家等我 根据公司目前的状况 再经营下去 已经十分困难 所以公司决定 暂时停止经营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努力 可是公司目前的经济状况 你们也知道 只能给所有员工 不发两个月的工资 希望各位体谅 许总 公司遭了灾 你跟蓝总都挺难的 要不 我们就少拿点吧 别别别 这些年啊 你们为公司尽心尽力 公司也不能亏待你们 该拿就拿 这也是蓝欣特意交代的 这些年我们跟公司 跟蓝总都有感情了 以后等你们冬山再起 只要招呼一声 我们还都愿意回来干 谢谢 谢谢各位的好意 说实话呢 我们还真不想冬山再起了 蓝欣啊 这些年太累了 让她好好休息休息 调整调整 也享受一下平淡生活的乐趣 行 你们呢 各问前程 这先预务大家前程四季 讨厌 太阳就是太阳 照着半遍月亮 房子车子我养 孩子你多帮忙 洗衣煮饭煲汤 洋洋我都擅长 全新手在家的后方 让你在外风风逛逛 老婆年轻漂亮 女儿千为是傻 说我口门怪我来查 联手弹劾找我算账 当我说成这样 还不是没理想 你我可以索网 何必互相较量 你有旧的眼光 拒绝心的森香 我用我的倔强 为家共享力量 日子越拨越长 男人女人一样 这个社会需要力量 需要彼此学会计量 责任一起来扛 责任一起来扛 没有谁比谁强 一个家庭需要榜样 需要配合互相欣赏 责任一起来扛 没有谁比谁强 一个家庭需要榜样 需要配合互相欣赏 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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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搅拥